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車型呢 是GoGoGo2 然後呢 為各位介紹呢 是一組避震器 這個是YSS的一組 GoGoGo2專用的一個避震器 那我們知道齁 這個YSS是世界級知名的大品牌 那尤其呢 他的泰國製造 然後泰國的 雖然是一個泰國的品牌 但是他最大的股東就是YAMAHA 所以呢 其實呢 嚴格來說 他就是YAMAHA出資所成立的一個避震器公司 在避震器製作上的車種非常的多 然後幾乎你市面上想到的各種重機 或是各種車型 那YSS呢 都有製造 那我們國內最常見的可能就是像 FORCE S MAX 那甚至像XMAX 300 或是像TMAX等等 YSS全部都有製作工廠的規模是非常大的 然後呢 GoGoGo2呢 是我們台灣的總代理特別 跟YSS所訂做的一個基本的一個道路款式 那這組呢 主要是設定在說 避震器老化之後呢 做一個基本的一個升級改裝 那這組的無論是長度 鎖點 對應呢 全部都是對應GoGo2 或是EC05 或者是宏家騰的AI1 全部都能夠直上 那它是屬於一個沒有掛屏的一個基本款的避震器 但是呢 效果呢 絕對是還是比原廠好很多 然後呢 它有一個 它是屬於不可調整的一個款式 但是呢 彈簧是屬於一個可以調整的一個款式 那彈簧的調整呢 就是在預載的一個托盤的一個設定 那設定的方面呢 其實很簡單喔 如果說你覺得太軟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把托盤往上旋轉 這樣加強這個彈簧的這個硬度 它就會車子會變得比較硬 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比較希望要軟一點的話呢 就把托盤往下調整 它可以做一個最基本的這個彈簧的一個調整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邊好了 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看一下它也是直上喔 不會去干涉到你原廠的 預留的 嗯 一個空間的一個設定 所以 包含這個 後幣這機本體的一個總直徑的一個寬度 也不會去干涉到它上面的預留孔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調整非常簡單 YSS呢 非常貼心的來附贈你一個調整棒 那當然有些是勾子 夏威林寺也是勾子 那YSS部分呢 是調整棒 它在下座的部分呢 有孔洞 那孔洞的部分呢 就可以做一個調整 那但是在調整之前呢 我們看這邊有螺牙 這邊是這個孔洞 那其實上這兩種是不一樣的 這個裡面有含指腹螺絲 所以是呢 直腹螺絲如果在鎖緊的時候 你的下托板是沒辦法做調整的 沒辦法轉動的一個情況 那很簡單的話 你只要把 這個調整螺絲的裡面的內溜角 把它放鬆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支調整棒插進去 做左右的一個調整 做左右的一個調整 非常的簡單 這一點倒是非常貼心 又非常簡單的一個工具 那就可以輕鬆做一個調整 而且它的洞不止一個 它有 我印象中兩個來三個 有洞 所以你可以在各個角度 都不會調整到說 欸 我棒棒去卡住了這個車子的部分 這一點是做得非常的簡單 那 顏色造型呢 都是單一的選擇 中規中矩 那 哥哥有兔 那 宏家庭AI-1 以及一希靈五 都可以用 它可以 售價也是非常的便宜 它是屬於這個油氣混合的一個設定 所以呢 它價格非常的便宜 然後呢 大廠製造的一個品質 國際大廠 那 喜歡朋友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國大和麥克參考集合清品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 那一件事 就是於一個選購 庫